今天就是讲一个偏满点的亚美能源 既然是偏满点,所以就要 比较,就要小心点了 要做好,如果有兴趣,对前逆股有兴趣 也要做好一定风险管理措施 看到穿支持位,就要继续走人的那只 因为这只比较小 但为何说小的技术走势,也有潜力可言 所以跟大家讲一下,按一按C 这样就好一点了,平均线都穿了 10天,20天,50天,100天线都穿了 现在穿完之后就不要理会了,按走去,不要阻碎 现在穿了一条,下降轨,这个是其一,其二又可以这样画的 又穿了,虽然今天美中不足的成交不是很足够 但是看到穿了上去,站在那之上 所以这个情况就有些强势了的表现 它是做能源,煤气层有关的业务 这段时间其实煤炭股,煤相关的业务 其实也有不错的表现 这些原因就受到投资者的清雷 所以手势上有些就势头了 而事实上也是出现上升轨,上升通道的情况 又向上,所以如果有兴趣的朋友 当然比较适合进取型的朋友 穩健的成型的朋友 这些股份就不要搅拌了 因为都是小的股 如果有穩健的朋友可以代回调整 很小之下,以至一三半之前 就可以吸纳薄去,回一回又上升 因为形成了上升通道 如果穿了上升通道底部 那就要继续走人 这就是股份可以操作的方法之一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如果穩健的就不要抠去 如果进取的可以留意一下这个股份 知道了 那我们下期见 更新鲜害 小明星大家 你不见证明